商务西装 我们讲讲男士的这种商务西装 所以商务正装的颜色 是以藏青色和深蓝色的冷色调为主的 所以不太建议除了工装以外 不太建议大家自己买西装 去买一套纯黑色的 所以商务正装的颜色 要首选藏青色和深蓝色的冷色调 所以好的品质的 像Armani这样的西装完全是纯毛的 所以价格越贵越好的西装 那么它的这种含毛量就会越高 像Armani的西装 其实你平时压点褶 挂在柜子里第二天它就会运平了 所以这是商务正装 是以藏青色和深蓝色为首选的 商务休闲的西装的颜色 是以棕色和鸵色为代表的暖色调 所以我们要去见客户 或者有身比较重要的会议的情况下 是首选藏青色和深蓝色的 还有商务男士 你在选西装的时候 尤其是你自己要选衣服的时候 你要先想想看 你的主管领导 他爱穿什么衣服 因为经常跟领导一起出去 如果领导穿的是藏青色和深蓝色的 那么你穿了一身浅灰色的西装 跟他一起出去 那么尤其是你长得气场 也比较有领导范的时候 客户会觉得你是领导了 对吧 所以尽可能的要搭配一下 自己主管的衣服和颜色 衣袖上的商标要拆除掉 运烫平整 要扣好扭扣 后面我们讲讲扣扣子的方法 要不挽不卷 这个西装里边是不能穿毛衫的 所以有些地方北方很冷的时候 中间要套个毛衫 其实那是休闲的 就像商务休闲的衣服可以这样穿 但正装的西装里边是不可以配毛衫的 那如果说冬天特别冷的话呢 可以在衬衫里边配一件内搭 相对来讲比较的 也有保暖的这种作用 那么要巧配内衣 所以内衣的颜色呢 大家想想看 就尽可能不要是说 上面有个这个 比如说海绵宝宝什么的 这样的就一下就看得出来了 那么西装的口袋里边 是绝对不要装东西的 所以这个兜里 我们讲职场上兜里东西多少 这个腰上钥匙多少 跟你的身份和级别成正比 所以呢级别越高的人 兜里越不要装东西 腰上越不要挂钥匙 所以呢这是我们在商务西装上的注意事项 所以男士的商务西装 讲究三色原则 所以也是全身上下呢 不要超过三种颜色 所以呢这个深蓝色的西装 配冰白色的衬衫 和这个这个深蓝色的领带呢 是这个商务正装的首选啊 那么在衣服的颜色上 衣服和衬衫的搭配上面 包括领带搭配上面 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的西装是这纯色的 那么你的衬衫也是纯色的情况下 那么你的领带要有一点点花纹 否则的话整个人看起来 就是这个太单调了 所以呢 这个领带上的花纹 是以几何形图案为主的 比如说条纹的 这个圆圈的 或者菱形的都可以 那么如果说你的西装是有条纹的 那么你衬衫和领带 尽可能就要配单色的 所以不能说西装是条纹的 衬衫是条纹的 领带还是条纹的 那么整个人看起来像斑马一样 就不好看了